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月二十八号傍晚六点四十三分 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发的声明 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教室里 有一个教授叫什么程春明 程春明才四十三岁 正讲课一个大四的学生 拿着力气进来 光光就冲脖子上剁两刀 两菜刀 而且你说他出奇冷静 剁完两菜刀之后打电话报警 说我砍人了 我杀人了 是吧 就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张明老师写的一个博客 我看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 但是先得猜 你知道到现在中国政法大学方面 都有老师跟我们讲 说你们社会上不要认为 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就怎么了 我们老师都是好老师 我们学生都是好学生 什么都不承认就是说什么调查 我们现在还没调查出结果 因为大家传闻 就是未经证实 说这学生唯一一个合理的理由 就是他为什么杀这个老师 传说说是他刚刚跟他的女朋友 分手 而传说 他这女朋友是不是跟程教授 关系有点什么暧昧 就所谓教授抢学生的女朋友 这么着激起了怒火 砍人 当然这事现在完全可以说 证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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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调查结果完出来 完了我昨天看新金报 有两个一篇大报道 两个整版的 一边老师 一边学生 俩都好人 老师呢 是热情浪漫 学生呢 开朗大方 所以老师是从法国学会来的 所以身上带有法式浪漫情怀 我看的是穿着红色的花格裤子 招牌的裤子和花领带 很有法国风情 所以可能这样的老师 很容易被看成一个 欢花公子或者浪漫的 所以这师生恋 也就有了这个猜测的根据 有空间 但实际上我觉得 这其实也不是说 也不应该是法大一个学校的事情 这个所以说 就这种事 我是感觉 就是说 就是学校园里头的利器 利器就是那种利器 利器 上面一个户 这个利器 确实很重 感觉是确实很重 尤其是这几年 这些年来 我觉得特别特别重 你说说 你是身为老师 我觉得就是说 像我 我自我 自我感觉还是个好老师 但是经常你感觉说 有一个 就有学生 就听你一堂课 学习课 听你一堂课 然后回来 就是因为在课堂上跟你说了 就是一个意见不合 转世就骂你 就骂你 痛骂你 痛骂你 有时候呢 你就跟争议 就是跟那学生争议 学生给你提一件 学生给你提问题 提问题啊 不是提意见 提问题 我们是学术讨论 你要是不同意他的 他眼睛就冒凶光感觉就是 哎 我就觉得这怎么这么怪 我说干嘛呢 是就非常不友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气面就是说 以前咱们讲啊 说咱们讲 说咱们中国来讲 就是这个教 这个师生关系 伦理关系 天地君心师嘛 对不对 但是近代的发生变化了 原来是 那是非常重的 你说比如像 明成主 说一方孝儒十主 十主就包括十主 老师这主给你杀了 就是杀方孝儒 灭九族 灭九族加上第十族 加第十族 老师这一族 这伦理关系嘛 伦理关系 但是这个近代发生变化 像马亦福讲 说这个师生关系 已经不一样了 说现在师生关系什么呢 就跟那个交易厅交易似的 打零 开始 摇零 结束 完事 回家 各自回家 各自回家 但是其实中国啊 他还是有这个传统痕迹 就说你 你这位老师来讲 跟学生关系 还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那个学生能够 就这样的 就是说非常坦然的 非常从容的 就把你杀了 拿菜刀就剁脑袋 就剁脖子 这种事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 你说就是 前一阵就还说 那个山西硕州 那个十六岁孩子 山老师 也是个调查不清 就是说 唯一好像说 什么触发他了呢 大概就是他在抽烟 这老师呢 把他烟拿走了 就这么拿刀 我哭吱哭吱 就把他捅 捅完了 在课堂上发表演讲 说我恨这个社会 这不公平的一个社会 然后 这老师都来了 说你把刀给我 他跟那个教务主任呢 就说 你让警察说 那警察把我毙了 我才跟他们走 你说这就是怎么 是个 这个 我觉得 一个是 确实是一个教师的地位 大家有目共睹 都觉得不像以前了 就没有自发的尊重 所以我前几年才发现 新有了教师节 以前是没有的 其实是没什么 你才吆喝什么 对吧 就像美国 他突然前几年 克林顿说 设了一个师哥节 大家就知道 师哥确实太不行了 只能提倡设一个节 但是其实这种 就是人为的提倡 也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作用 可能到时我就发现 可能老师节那天 大家还很多人去送花 甚至送礼 你感觉这里边 这个关系 其实已经不是很 很自发的一种尊敬了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然后 对 这开始我还觉得 都不是这几年的事情 这要又往回倒 可能咱们又要倒到 就是说这种长期的斗争 和仇恨的这种教育 可能至少是几十年前 几十年以来 就有的一种东西了 就是说咱们刚才说 这个文革当中 学生逗老师 学生杀老师 都是怀着一种 非常正义的 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已经 不光不是老师 你都不是人了 因为他以一个革命的心态 正义的心态 来杀一个非人的 这么一个对象的时候 他是非常可以 非常冷静 非常带着 仇恨感 自豪感的来干这件事 就像你 现在这个 是另外一种表现 你比如说 他杀完人以后 非常冷血 我相信 不论咱们不知道 他是不是情杀 就是说 他肯定有 他一定的原因 咱们假定 他是一个情杀 他肯定认为 我在惩罚一个流氓 我在惩罚一个 败类 就是老师的败类 或者是 就是革命逻辑的延续 这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延续 文革逻的延续 对 就是说他就有一种 就当年那个 没有 就是说这种事 不是说要清算这个人 但这种思潮啊 文革这种思潮 是要清算的 就是说 你怎么能够 比如说像 变中云那个死 就是北历大女服装 那个 第一个 第一个名老师 被打死的 就像余孝老爷打死的 你一个老师 你看这种片 那个人 那个人 就是浑身都是伤 你活活被一帮女孩子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 打死 你怎么的至于 说一帮女孩子 怎么会到这么 这么狠的地步 是吧 对 这个事你要清 你要清 我们有些历史问题 没有弄清楚 你比如说 你这样我想起啊 如果是这个罪行 如果是这个群体性的荒唐 那么似乎啊 我们需要经过一个 忏悔 清算 弄清楚 这样有利于啊 把这个 某种这个道德吧 这个传承 你比如就像说 那个当年那个纳粹嘛 对吧 你发动大战 你屠杀这个犹太人 那么到战后 实际上是有一个 把这个历史搞清楚 大家都在反思 每一个人 为什么我当时 也参与了这个事情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许我们就要 所谓叫某种道统 他还没有 就用树立起来了 但是啊 张老师 我就想问你这问题了啊 就是我们听美国说什么 就过去咱们讲是师道尊严啊 那你说美国的学生 他对他的老师 有没有一种尊重 或者长辈 或者什么的一种传统呢 我觉得他是一种 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爱的教育 比如说我女儿 她前几年在这边上学 然后她去年又去美国上学了 就上初中 然后我就发现 我在学校送她 有的时候看她见老师 她好像微微一鞠躬一鞠躬 后来我就觉得 我说你又不是日本人 你怎么从哪儿学来 我以前没注意 后来发现 她是在这边上学的时候 学校实行的一种 就是规定的 老师一进门 所有的小朋友 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得鞠躬 就好像是一种强制性的尊重 你知道 你不管你对这老师 可能心里边其实很不满 或者很有气 或者甚至很看不上 但是他有这么一个仪式 但是在美国呢 经常你发现 有些老师就像大孩子一样 他在那课堂上 那讲课的方式 经常是比如说 甚至都是 就是坐在一起 然后互相 互相可以 那个学生可以 随时可以挑战老师 不是说只有一个答案 所有的学生可以讲 而且评分的时候 比如评定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 以老师一个唯一的权威的地位 把学生给排名次 比如说像什么 在教室 在墙壁上 教室墙上 把学生分成 优等生 越来越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有的分数 都是只有这个学生本人 才能可以看到 互相都不知道 我早就提倡这样了 我这心里多受伤啊 小时候 我觉得后来我到了香港 我发现人家好啊 就是文明人 不能互相打听收入 后来我就想啊 那学生考试的成绩 是不是也不应该 公布出来 那就学生考最后 那时候应该还好呢 现在是那 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说 你的座位 都是按分来的 那个老师 家长 开上了会 都是按分来做 按学生的分来做 那种羞辱感非常强 就措辱感非常强 错觉对是啊 你现在就说 有的孩子能到什么程度 你看前一阵说 也还有一个杀老师的 老师去做家访 咱都知道 就孩子怕老师给家长告状 然后就说 我们家长山上干活呢 领老师上了山 活活把老师给掐死了 你说这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现在说什么 师导尊严就别聊了 早没有了 但是呢 从来也弄不清 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就是说 从某一个时候开始 好像这老师 还值得尊敬吗 他这个老师就是说 私生关系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文革以后 一段时间还好 就是他有一定的复原 但是我觉得 就是这些年 这些年就变得挺快的 就是我的文章就说 它实际上变成一个权力关系 就支配关系 老师支配学生 怎么支配 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导师吧 我是女学生 那我要你干活 你都干 我让你干 我让你干 给你钱 就给你钱 不给你钱拉倒 所以老师 学生馆老师叫老板 对对对 这我知道 这很普遍的老板 老板 但是他的学生 拿的工资非常低 他们自己称是超级民工 有些人干的活很重 就很重要 老师弄了课题 都让学生干 很重的活 很那个 很费脑子的活 就拿个民工工资 那你想 你是老板了 你是学生了 他是员工了 那么员工 我对老板有多少怨恨 那你就有多少怨恨 私生关系就变质了吗 是这么一种关系 但这种是不是得到一定到研究生了 他做研究课题了 因为这个 我知道就是在美国的欧美大学里边也有 一个老 尤其是那种 比如说医学院的 或者是什么实验室的 都是老师领头牵头 老师来找来资金 然后所有的学生分头去做 但他的报酬相对是合理一点 而且比如说我们一起做完之后 那个署名的那应该是已有的 但中国往往是里没有署名 根本不提学 从国全是全是老师一个拿 我就听一个研究生发牢骚 说我们那个boss老板 说他那书都是我写的 准确的来说 也不是我写的 都是我替他抄的 就是连学生也是抄啊 但是要数上教授的名 很多大牌教授的抄袭都是这么来的 就是说他呢 他这个课题太没工作 就要学生做 学生呢 你看你给我什么钱 我凭什么批你做 我就替你在网上抄呗 结果他最后出版了以后呢 人家哭出掌口来 是你抄的 好多当时的抄袭都是员工 而且你说啊 就是这个男女关系 当然是咱见的都是集个别的 各案哈 可是你想我们一个同事 跟他当年的这个同学 后来当生了教授嘛 一桌吃饭 他亲眼看见啊 就旁边的女孩子 你看是个研究生 坐我腿上 在饭桌上 你能想得到吗 这个在美国就是说 他自从立了这个叫性骚扰法以后 这个教授是要十倍的小心 所以他一般见女学生 比如男教授见女学生的时候 他要开着门 不能关着门的 因为要不然你否则说不清 如果一投诉的话 你怎么能说得清呢 但是我们有些教授就是非常不自重 我不是全部全地的 那种事我们听得太多了 那你跟我们讲讲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也不说哪个学院了 就是我们学校某个学院的老 有学院有个学生 干顾学 外交过学 突然找到我 你能帮我换个导师 我怎么了 老师太不像话 收拾受不了了 怎么了呢 骚扰啊 不是骚扰 就是强力骚扰 咱们可以说全学老 怎么办 我说那你这个事你不能私下换 我说你找这个 找头 找院长 你也不说说明白怎么回事 你就是要换 你还可以提我 就换成了 但这种事就是说 像这种事 你说这个事 你说有些老师 你不知道不光是什么研究师代学院生 本个人他也这样 动手动脚的什么的 这种事 这种事是比比皆是 就是不是所有老师都干 但是确实有些老师就这么干 关键是什么呢 他干了以后他不受惩罚 对没有任何大学里没有任何规定 没有对这个有规定 甚至没有惩罚 他还能根据这个决定分数 对 他对决定分数 你这个你这个让这点便宜 就分得高一点 你不让这点便宜就分得比较 其实失声恋 他不是说绝对是违法的 问题是你在权力关系中是不行的 有些学生你在毕业之后 然后你可以他已经不是他的学生了 这时候他他结婚了都经常有我的母 就美国的母校这哥大里边就有一个老师 就是大家有名的说 立的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 他就是永远结婚好几次婚 每次都是跟他的学生结婚 但是他没有在他指导这个学生的时候 这个学生已经离开他的课了 或者是毕业了 然后最后他们到一起了 这是仗师欺人吗 仗着是老师欺负人吗 女学生心甘情愿的 对不起还可以理解 有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事也发生了 发生了以后呢 就是说他的关键是 你学生一般来说呢 他没有一个合适的渠道去投诉 而且投诉呢 基本上也没有理 没有理 你这种情况就是说 他确实是他积累的利器 尤其是我觉得学生 他在一个青春期的时候 就是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很容易 所以所谓情杀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岁 或者甚至更小 对吧 他可能过了这个考了以后 他多经了几次 他就不走这个 所以其实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师生关系的这段教育 这个平衡的教育是特别重要 很重要的 本来的现在独生之女 就比较急行 说实在的 家长不太会带 学生自己 孩子自己也很变态 家长不太会带 孩子也很变态 孩子不叫变态 这时候他不太对头 他怎么觉得我 家里就有我一个 就我说了算 其实他也不舒服 我跟你讲 我觉得独生子女的问题 慢慢显出来了 你想他一个人 是吧 他这个父母之下 他就是一个人 你不管是给他压力 还是给他宠爱 都会造成他的这个 自我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 而且就是说 我你像你说的是老师和学生 我见的更多的啊 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父母和子女 就是刚刚长大成人的子女之间 有些啊 那叫水火不相容 已经到了什么呢 其实孩子心里压根也瞧不上你这父母亲 你这很多新东西你根本不懂啊 社会变化太快了 跟你没得聊 而且呢 有的那个你见过 就是你想我见过一朋友家里的孩子 我说那个孩子的那个眼神啊 十八九岁 让我有恐惧 我想如果我是他的爸爸 我会吓得不敢跟他说话 为什么 你说比如他在那打打这个电脑游戏啊 你叫家长还客客气气的问 问一句 说这次考试成绩怎么样啊 最忌讳问这事 你知道吗 一问那个牛眼一翻 这么就一瞪 哎呦 你吓得怎么那么冷酷 就是那种狠毒啊 然后就完了 在家根本不跟父母亲聊天 这就是父母亲要是跟他吵 你说一句 他说十句 但是这是一种 我就觉得他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完全已经跟他的父母亲呢 两个世界两重天 简直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这个 现在这一个所谓新人类一代的特殊的问题 因为你刚才说的好多这种争后 我觉得是青春期的一个普遍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就就比如心理学家就说从13岁以后 一直到他在我不知道到二十几岁 他这个期就结束了 这种逆反心里是最强的 尤其跟他近的人 就是父母 然后其次你可以延伸老师们 因为他的生活就两部分 上学回家 对吧 然后跟最对他最有控制权力的人 就是这两个梦 所以他的逆反的对象永远是那个 甚至父母两个 哪个跟他最近 他是最反那个人的 难愿 你说东他就是西 其实以前吧 也是你跟父母也有代沟 有代沟 但是问题什么呢 就是你不是好多兄弟姐妹吗 你的兄长有些 他可以把你的问题给解决了 他有这种沟通 而且他的对象不那么单一 比如他跟我小弟跟大哥要竞争 我这经历就分散了 对吧 然后我可能要利用我跟父母的关系 来调整我和大哥的关系 然后学校又有兄弟 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这一 都是一对一 对对 对对对的 比如家长他又不太明白 家长实际上不是不太会跟这个孩子沟通 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他是这种 就是我说权力关系啊 他其实家长也如此 他就是往往是以自己的意志来 来命令他 就是他我想的问题 我替你想好了 你就按我说做就行了 他基本上没有山梁 但到最后的时候 他实际上 孩子反抗起来 他也没招 他根本没招 完了他就 就整个传统关系大过来了 所以开始孩子成王了 这就都是这样 都是这个 就是完全是 原来这边 原来那边 就两边 就没有一个中间状态 很麻烦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老觉得 这个不是人吃人的社会吗 这是人逼人的社会吗 我就觉得这个 我就看这个数字 说今年空前的 这个大学毕业生 600万 现在经济萧条啊 你这个东西 多少人 他找不着工作 找不着工作 你说他这个面临的 就跟父母啊 就像你说的沟通 也有问题 而且有时候父母啊 就是过多的期待 放在孩子身上 就像 而且张明老师批判的嘛 就成功教育 本质上就是挫败教育 因为99%的人 感受到的是挫败 是吗 那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 那大挫败 根本性挫败 真是 根本性挫败 这个太可怕了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这个 就是事实上我们的扩招 是个大问题 你不管承认不承认 是个大问题 就是你这么之前 几年之内 你趴下翻几番 充好不足一百万 翻成好家 再要升2000多万 2700多万 您先要看你这个翻 是什么翻法 你怎么能翻这种方法 建设的人都是 不是这些学生 就是所有这些学生的家庭 全搅在里头了 这个家长的压力和焦虑 就是说我都是 把他培养成大学生了 大学毕业生 都要有个交代 有个结果 他们进入这个金融展 叫杠杆啊 对 你这杠杆多大 你知道吗 你这一个孩子 上面有多少人 上面有多少人 你看看 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是多少 投资方很多 投资方很多呀 投资方很多 杠杆就是 你受影响很大 翻番的 翻番的 对那期待 你包括那个 你包括的富丽城 就是杀人的这个孩子 父母都是农民 在千江区住 那一个村子人 就是以他为骄傲的 以他为骄傲 说这我们从来没出过 这么一个人 一千请地 一科养 重演大学 上去了 大肆 马上毕业了 杀人了 说到这儿吧 我有一个联想 就是说对杀人犯本人的 我们的态度 因为我看这个出来以后 就是说法大校园里边 就是说老师走好 都是当然他是被害者 那很少有人想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杀人犯 他的家庭 他也是一条生命 他也是一个 唯一的一个希望 对吧 他们也受到了 其实极大的创伤 那当然 我就联想到 当年这个卢刚杀人案 在美国 美国爱荷华大学 91年他杀人了以后 他被害者 那个一个女的副校长 写了一封公开信 对这个卢刚的家人 表示 慰问 慰问和哀悼 就是说 虽然 虽然我们 我们的姐姐被杀死了 但是今天 你们家人也经受着 非常深重的 比我们可能还要深重的 一个 我们就会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